在新山里有一座去年才完工的武丹公园 根据里长表示这里早期可说是荒芜一片 但是金瓜石地区很少有腹地可以提供当地的居民休憩 因此里长就将这里整理过后 铺上了石砖,种上花草还有石桌石屹 让环境看起来大不同 也让居民可以到这里来散步休闲 在新山里有一座在去年才完工的武丹公园 根据里长表示这里早期可说是一片荒芜 但是金瓜石地区很少有腹地可以供当地居民休憩 因此里长就将这里整理过后 铺上石砖,种上花草还有石桌和石椅 让环境看起来大不同 也让居民可以来到这里散步休闲 是,脏乱点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把它整理以后 变成居民一个休闲 漫步的一个休闲的这个公园 那今天我们见请区公所寒转我们新北市景观处 来做一些绿美化的自在 不过在武丹公园一旁有一条步道 里长表示居民在早上都会来这里建走运动 但是绿美化的部分似乎还是不太足够 也让整体景观不够完整 因此里长也向景观处争取加强绿美化 种植更多花草树木 阶梯在去年经过区公所的整修以后 因为坡都太陡 所以说我们见景公所来施作 所扶的栏杆 以令我们这些老弱妇孺 在行走登山的时候更加安全 另外在新山里往武林的一条小步道 阶梯在去年整修完成 不过因为地形关系斜斜的不太好走 因此里长也要求加装扶手栏杆 让来往这里的民众都能够行得更安全 接着陈宇威 瑞芳采访报导